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面望 面望说 姐姐可以走路啊 冲什么冲什么 我就想起来说 还是一样 虽然为母则强 但舍不得送进全天后的教养院 又负担不起外劳 照顾的压力无法想象 毕竟这个三十岁的身体里 是不满一岁的灵魂 我感觉姐姐都只有我一岁 所以我感觉 因为我的领导没法做 我只会是这样而已 这样 可以 尿好才可以起来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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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用担担 我擦一擦 来 坐下 还没尿 不可以出来 尿尿尿可以出来 这天是家庭照顾者日 庄妈妈准备出门参加颁奖典礼 因为她和姐姐的照片得奖了 所以居付员早早就来帮忙 我是一三五 一次来两个小时 每天一个月三十二小时而已 其实她妈妈算蛮厉害的 就愿意这样 很多家长有的就放弃了 因为她要出去就比较特别 我就先把另外一个 因为另外一个我刚好又请假 短短两三个小时 这样的居家服务得来并不容易 这天民间团体举行的研讨会 集思广义讨论长照政策 就是希望能解决家庭照顾者的困境 平均每一个月 大概至少都有两件事件 两起事件在谈照顾者 已经无法负担这么重的照顾负荷 那就我们家总的经验显示 其实好多人是因为不熟悉这些资源 一旦取得这些资源 八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民众 都能够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老了 体力也越来越无聊 如果我死于她爸爸 他们在这里也没办法照顾了 问题是这样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 特别来宾是中国文化大学 社会福利系的教授 陈正芬老师 陈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老师我们现在台湾 等于是高龄化的社会 对于这个长期居家照顾需求 就变得比较大 那能不能谈一谈 目前这个照顾者 跟被照顾者 人数比例大概是多少 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台湾现在目前来讲 包括身心障碍者 那特别是老人的部分 两者合计的话 我们整个所有的人口 大概70万 可是这里面当中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妈妈所自己照顾的 或者是说成年子女 照顾自己的老年父母的部分 大概是45万人 就是大概超过六成的状况 还是都是家属自己照顾的 是是是 那当然台湾有一个独步 全球很大的特色的地方是 我们大量用外体看护工的部分 在家里自己来照顾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居家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将近非常高的比例 大概超过八成的部分 还是在家里照顾 然后在机构的部分 大概只有大概约三万多人的部分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部分还是靠每一个家庭 自立自强来照顾 有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家属 那您谈谈谈现在这个台湾的长期照顾 我们现在现况政府给予的资源 政策是哪一些 其实台湾从2006年开始去讨论到 所谓的这个十年长期照顾计划 到现在来讲都还在执行的 叫我们这是十年长照 那在十年长照 当然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服务项目 像刚刚片中我们看到的 有使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居家服务 由居家服务人员到这个 个案的家里来提供服务 还有我们现在还在推的 像是日间照顾 或者是很有很新的一个叫做 像是成人保姆 就像过去我们可能保姆是照顾小孩 那我们现在的保姆就照顾 这个老人的部分 那还有像我们的居家护理 居家妇界 都是现在在十年长照有的部分 那现在立法院正在审查的部分 就是长期照顾服务法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十年长照它毕竟是一个政府的政策 它并不是一个法案 所以行政院卫生署就会希望 把这个计划法制化 就定定的长照服务法 那但是对我们民间团体来讲 或者在学界来讲 会觉得说这个只有法而已 其实它的裁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谈到说 其实台湾一直在讨论说 要不要谈长期照顾保险 也就是你先缴了一些保费 那你建了一些义务之后 你可不可以来享有你的权利的部分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长期照顾政策的 一个走向的部分 十年长照计划 因为已经进行了好一段的时间了 那么老师跟我们讲讲看 它的服务项目有哪一些 可以改进的部分又有哪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当中 有照顾服务日 居家护理社区跟居家附件 辅居环境等协助改善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有些独居老人 他其实在家的部分 他可能就需要送餐的服务 还有其实我们所有的服务当中 唯一有针对就是照顾者的部分 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位妈妈 其实一年365天 一天几乎20小时都在照顾 这个被照顾的部分 他们就像我们人一样 台湾现在已经迈向周休二日了 所以我们其实政府对于被照顾者 有提供喘息服务 不过这个喘息服务 比较可惜的部分来讲 就是它的天数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概如果是重度的话 一年只有21天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谈到 在使用各种照顾服务的过程当中 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交通的接送服务 所以就是让这个交通 它可以使用到到达各个服务单位 那还有就是住在机构里了 有些真的很重度 那家人真的已经无力在照顾的部分 他就会入住到机构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十年长期照顾计划 到目前为止的一些 服务项目的状况 这个喘息服务 喘息服务您看 它现在因为您刚刚谈到说 这个每一年最多21天 其实一个星期还不到一天 是 这个将来在未来 这个长期服务法里面 有没有让它可以有更大的弹性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就是在立法院现在长期 照顾服务法当中 并没有 因为它就会谈到说 他们只是把希望 我们刚刚谈到十年长照部分法制化 其实好像没有更大的愿景 去处理我们现在十年长照 面对的一些困难 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们家庭照顾的关怀总会 就有一群照顾者 他们就在哪里 228公园的那个大舞台前面干嘛 睡觉 因为觉得很多照顾者来讲 他就希望怎样 我要睡觉 休息啊 对 因为对他们来讲 一个不间断的深层睡眠 是很重要的 可是非常多的照顾者 他有睡眠困扰 所以睡个两个小时 被照顾者就叫他 或者他自己会惊醒 去摸摸看说 那个被照顾的状况如何了 所以其实不管是国内或国外 其实都有谈到是 照顾者普遍最常遇到的问题 是睡眠障碍 其实这个长期照顾家里的人 他的这个情绪真的要被关心 如果就像老师刚刚说 他们需要深度不中断睡眠 其实每个妈妈 在养小孩过程当中 都有这个痛苦期 可是这个时间会过 因为小孩会长大 可是家里面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家人的话 那个是很长期不间断 一直这样做 而且他的情况 可能只会更恶化 所以是等于是工作的辛苦 是越来越辛苦 所以就变成说 他们整个身心 都是被需要关心 要不然发生一些这种 社会上这种 无奈的社会事件 就会觉得说 是非常的悲哀 发生在台湾就会觉得 我们那个福利制度 好像对于这一块 是非常的缺乏 对 就像您刚刚谈到 我们上上礼拜也开了记者会 就回顾台湾整个 迈入高龄化社会 就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回溯了 从去年到今年的整个新闻 然后北中南三位学者票选 十大照顾者的负面新闻 就发现有三大趋势 照顾者高龄化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平均一命是八十岁 可是其实非常多的是 六十岁的成年子女 他在照顾八十岁或九十岁的 老爸爸老妈妈 所以他本身其实都已经在当阿公阿嬷了 可是他还要照顾他的老年父母 所以他照顾者高龄化 另外一个照顾者男性化 就是说其实现在照顾资源很少 所以可能是过去我们可能 照顾者是女性为主 现在慢慢很多男性照顾者 可是他们其实就会觉得说 跟传统大家对照顾者印象不同 他们也很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大家分享说 我也是一个照顾者 甚至他们去跟这个参加一些 我们办的焦点团体的时候 他们也会觉得说 不太好意思说出来 对 男性比较不容易分享 对 可是就会导致 像我们谈到照顾者高龄化 跟照顾者男性化的状况 就导致什么 照顾者激烈化 第三个趋势 所以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就看到我们觉得很 惨不忍睹的一些新闻事件 像王老先生杀妻案 他就是一个男性高龄的照顾者 然后像最近发生的 江姓男子 杀害他的妈妈的状况 也是一个男性照顾者 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是 可是我们就像刚刚主持人 您谈到的 照顾小孩跟照顾老人 其实都是一个人 在他的生命周期当中 一定会遇到的事情 那只是照顾小孩 程如您刚刚讲的 他的时间其实会缩短 而且他其实是有一个 滋润愉快的经验 你照顾那小孩 可能是他四个小时 你就要帮他喂奶一次 可是那时间会拉长 有时候你可能就变成 是六个小时喂一次 对 越大就间隔越长 对 是 然后呢 而且他的那个需要的部分 可能一出生的时候 他所有的生活的自理能力 都需要你帮忙他 可是慢慢随他长大 你就可以减少你的协助 可是长期照顾 刚好相反 人其实是先一出生 就会喝奶 然后慢慢学会走路 然后慢慢学会说 自己洗澡等等的部分 那老人其实刚好 是完全相反的 老人先上市了走路的能力 然后再慢慢上市了爬楼梯 然后呢 甚至连移位都没有办法 到最后反贯未始 而且那个时间 其实跟小孩比起来 时间更长的 所以那可能是平均 台湾现在状况 是五年到七年不等的时间 而且你会看着 那个清理的状况是 看着他不断不断的 在往这个衰弱的状况 心情是不会好的 是的 所以他这样的状况里面 更需要国家 在面对我们谈到 不是只有经济安全的问题而已 其实台湾在面对 照顾的这个社会 尤其我们是一个强调 照顾责任的国家来讲 其实更需要对照顾者 有很好的一个支持系统 当然他们在面对 这样的情绪的问题 尤其这些成年子 你最大的情绪问题 是说爸爸妈妈过去来讲 对他来讲是天是地 是照顾者 可是他有一天 他要转换变成是 爸爸妈妈像小孩一样 我要喂他吃饭 我要扶他走路 甚至有一天 我要帮他换尿布 那个角色的互换 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对转换的历程 很多人他其实没有意识到 可是那是一个 转换的历程的时候 大家怎么去帮忙 这个照顾者 怎么意识到 那个主客意味的状况 我觉得那是台湾 在面对高龄社会 乃至于成年子女 在变成自己是父母的照顾者 还没有准备好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个新闻 是南部有个妈 也是一个男性 他用那个背筋背着他的妈妈 对对 带他去 他要妈去看医生 看医生 可是那个就是一个 人在照顾的历程当中 他其实是提振到 自己要变成是一个照顾者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希望说 国家可不可以帮忙这些照顾者 尤其是我们老年 这些老年的成年子女 他怎么去承担这个照顾负荷的部分 对啊 其实我们真的是觉得 政府在立法可以周延 让所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家庭 可以及时得到服务 而不是撑了很多年之后 一定要恶化到一种情况 政府的资源才可以介入 然后最后我们变成要从一些 很遗憾的社会事件当中来学习 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今年 其实比较特别的部分 我们其实都会鼓励 就是说让照顾者出来喝个下午茶 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到 新闻媒体当中 其实都有很多都是说 鼓励那种孝子等等的部分 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照顾者 其实都一直在承担这个照顾责任 但是呢 其实那个压力已经大到 他没有办法承担了 所以我们其实只需要政府帮忙他 让他稍微喘一口气这样子 那老师可以谈一谈 像在这个日本啊 韩国啊 德国 其实他们在早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开始实施了 这个长期照顾保险嘛 那发展两极化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德国是我们大家最熟悉 欧洲国家的例子 其实德国很有趣啊 他们是最偏好用社会保险处理各种 这个人一生当中风险的国家 所以其实早在这个WHO 他就定位人不是只有生老病死 四个风险而已 其实他们在1995年就就定定 长期照顾是人一生当中 不可能回避的风险 所以德国他就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照顾问题 国家就要出面 所以他们其实就在1995年就制定了 长照保险法 那他们就有食物给付 就是我给你服务 你可以使用服务 那如果你不想使用服务 你比较偏好说 自己家人来照顾 那也有现金给付 那可是呢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在德国的情况里面 现金给付对食物给付来生 是有打折的 比如说我们食物给付一个小时 如果是180块钱的服务的价格 那你不用钱我给你服务 那180 可是你自己人照顾的话 就要打个折了 就打个五折 所以你可能就只有90块钱 那可是呢 其实还是德国的部分 领钱比较多 因为其实会遇到一个状况 德国他们也是一个高度高龄化的国家 所以两个老夫妻 那如果没有跟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两个人把现金凑一凑 他就干嘛 请来自东欧的外籍劳工 就跟台湾有点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我反而有一个人可以来家里 完全的照顾我 那我们两个夫妻呢 就不用住到机构里 因为其实这里有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即使你是食物给付 你还是有自付额的 你就是大概可能只要自付额10%的情况 然后又不能全天候 是 除非你住到机构 那机构其实你又变成说 你要远离自己的家里面 那日本其实我们是我们比较熟悉临近的国家 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 就开办了借户保险 就是所谓长期照顾保险 那他们其实是先参考北欧的情况 后来发现那财务太 老化速度太快了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他们只好改向德国 就是说还是收保费的情况 不过他们比较独特的地方是 他们采取食物给付 那当然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日本有个特色叫 长子继承制 也就是说他们不像台湾 是说所有的台湾传统 就是所有的男生都可以分家产 而日本不是 日本是长子才能继承 所以日本有个特色是 女生在相亲的时候就问 你是不是长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要嫁给长子 我当长媳之后 我就一定要承担照顾的责任 所以当他们在长期照顾保险的时候 日本的女性团体就站出来说 不要再给我现金了 因为这样会更巩固我照顾者的角色 而且他们认为说 食物给付是由专业 有受过训练的人来提供服务 所以台湾其实就一直 主要参考的国家 德国跟日本 老师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80%以上的 这个需要长期照顾的长者 其实都是在家里头 你认为理想的这个 长期照顾模式应该是哪一种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大概全世界来讲的话 我们会说 依照照顾的地点 会分成三大类的情况 就是在家里提供照顾 那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现在家里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台湾是双亲家庭 所以白天独居的人很多 所以其实会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白天你是不是可以到 社区里来接受照顾的部分 社区式的照顾 或者我们说 就你这两个部分 也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你就整个搬到24小时 可以提供服务的机构里面去 这样不错啊 但是其实对于全世界 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说你到机构里 其实它其实就会丧失 你自己的自主性 因为你所有的作息 就要配合机构的情况 我好像去上学喔 对 然后开灯 关灯 吃饭 都是一样 那所以其实大多数来讲 都还是会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在家里 尽可能的留在家里 所以其实2000年的时候 就讨论到所谓的在地老化 尽可能在你的家里 去接受照顾服务 或者由社区里的人来提供服务 那比较可惜是台湾 你在我们看到 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其实是一样是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就会希望说 理想的话是希望社区是比较大的 对 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是八成 可是居家跟社区这两个部分 我们的八成的比例 这样配备会比较完整一些 那机构还是维持了两成的比例 这是我们会觉得 比较好的一种情况 老师刚刚谈到 就是德国有些老夫妻 他们会把这个补助金 拿去请一个长期的这个雇工 来家里面照顾 现在台湾对于这个 外籍的看护工需求也很大 您看这个对于未来 台湾的长期照护 政策跟资源分配上 外籍故宫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关注面 台湾最大的问题 是德国其实他们的学者 在我们每次的这个 全球老人会议当中 他们就会讨论到说 那是一个黑数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欧洲 其实它要跨越国界 还蛮容易的 那可台湾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是国家 从1992年开始 就开放了外籍康护工 那特别是家庭的部分 到今年为止其实人数已经 将近19万7千多人了 在家里照顾的部分 可是我们现在状况就是说 台湾还是有一个思维 会觉得当初开放的原因是说 那是因为家里的照顾 人力不够 还有我国的居家 本国籍的居家服务人员不够 所以我们才开放外籍康护工 可是从1992年 开办的306人 到这样子 现在是2012年 成长666倍 其实那个成长的幅度很大 那其实就会谈到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谈到 因为台湾的社区是照顾 跟居家是服务可以提供的量很少 那当然为什么会少 就有很多 更多的一个本国籍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居家服务就是 这个职业生涯比较低 然后薪水比较低 大家就比较相对不愿意从事 那外劳部分就因为 台湾的家庭看务工 它的薪资 没有跟我们的基本工资联动 所以它还是在15840 所以再加上就 就业安定金 雇主等等 大概2万 所以那2万就在家里面 完全的照顾 然后它又高度的 还可以做家事 对 它的高度附加价值 然后24小时 然后又跟老人住在 被照顾者住在一起 可是台湾的状况就是说 刚刚讲10年长照 你只要用了外劳 就不准用我们的10年长照 所以我们这边谈到 就是它是双轨制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个 外劳的部分20万 可是我们居家的人 里面才3万 这两个人数比例 其实是落差很大的 所以我们才只要讨论到说 其实不太应该是 双轨制的情况 其实台湾非常多的 外籍看物工的雇主 他们其实很希望 继续可以使用 本国籍的居家服务的人力的部分 对 而且其实台湾 像外劳 遇到很大的状况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其实在聘请的时候 就会先说 好 我们家的老人 是24小时需要照顾的 365天 所以你要全年无休 可是就造成 外劳过度负荷 所以就造成一些 比较惨烈的事件 所以我们才说 为什么要像家事服务法 也都希望上路去谈到说 怎么保障这些 任何的照顾人力 像我们的本国籍 照顾服务人员 都已经纳入牢记法了 可是我们外国籍的 这个照顾人力来讲 其实虽然双方都有打契约 可是你可能很难 真的进到家户里面去看 他有没有旅行 让他睡觉8小时 其实可以想象 你跟照顾者住在一起 不可能睡8小时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其实任何的照顾人力 本劳跟外劳都要休息 那你休息的部分 就由我们的本国籍 如果可以进场服务 他是不要互斥 他是可以双重接轨的 那也可以让我国的 长期照顾人力 可以真的长出来 而不要是互斥的一个情况 所以等于是要让照顾者 跟被照顾者 其实都有很多 关注的层面要大家关心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中国文化大学 社会福利学系的 陈正芬老师 聊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